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机场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 Veo Hong Kong Veo Hong Kong 大力给我们 尤其是在反修例风暴中的 香港国际机场 机场客运大流的离境层 出入口都设置大型水马和铁栏 机场出现从未见过的画面 这里仍然是别离和重逢的地方 悲欢离合, 边走边看 在机场发生的故事已经不再一样 这一天是一年三日长假期的开始 亦是禁蒙面法实施的前夕 有效旅客 我现在在述东西, 你不要和我说 传出即将引用紧急法, 立禁蒙面法 来港的旅客都预早到机场 离境大堂外, 过去这里是行人渡 现在长期有水马、栏杆和伸宿隔离带围起 机管局要求旅客进入客运大楼前 要展示护照和机票相关文件 缺一不可 在这里, 这位从韩国来的旅客 才知道手机没有电 显示不了登机文件 机场职员周围将挪电器, 一场放乱 在韩国来的韩国来的韩国 但这个原因是 现在香港的众譬歸 所以要檢查一下 所以比較困難 這個地方,也很不錯 我這裡有很多朋友 謝謝 Lovley四個月前積身來香港打工 不過最後,她還是決定提早回到菲律賓 分開前在路邊 拍下在香港最後一張合照 他們三個在菲律賓已經相識 來到香港之後 由於在不同日子放例假 大家都沒見過面 今天見面就已經是道別的時候 大家在馬路邊聊了整個小時 才能捨得離開 我們出去吧,我們出去吧 再見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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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情真的只是短時間 但結合很深刻 很殘忍,這是第一次 最適合我們見到其他人 我們不想和她哭哭 因為她說不要哭, 因為可能是她的痛苦 為了女兒, 她決定去一趟英國 鮮行探路, 了解當地升學情況 她十二歲, 原本是想過去的 不過香港現在的情況 可能也會考慮一下 看看會否提早一點 沒有人想離開自己住的地方 如果自己的地方是好的, 怎麼會離開 但我現在的選擇是 其實我是基於香港教育的問題 其實不是太理想 只不過最近的事, 令自己會加速 我自己本身就不會離開香港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生活在這裡 身於這場, 我的年紀都不小 其實我都去到接近半百 我覺得在這裡的症犯如何影響 我都沒有甚麼所謂 但如果小朋友有更好的選擇 我當然, 人當然是想會選更好的 我覺得教育是教育小朋友 她怎樣去面對將來 黃先生、黃太太專程送兒子 他們的兒子在德國生活 之前一天, 尼亞洲公幹 特地選擇過境香港24小時 見一見他們 現在來說, 更加覺得 她在外國比香港好 因為只是她回來的24小時 她穿甚麼衣服, 去哪裡 我都要特別交代她 只是回來的24小時 我都很擔心 又不要去那麼晚 她在海外, 她不一定會了解 她當然靠媒體 媒體有時候也不能夠詳細報道 對… 所以變成… 有時候她想說的, 都說我們不要說這些 她想問, 都說, 我不喜歡說這些 因為她說了太久了, 浪費我們的時間 對, 只有24小時 對, 只有24小時 不如… 聊聊家常更好 黃昏直至凌晨 是底港航班高峰時段 底港大堂更加繁忙 不過因為人流管制 以前聚集在底港大堂的摺跡親友 都不見了 由底港大堂走出來 大約有200米路程 看好指示, 懂得走 也要兩分鐘 才去到客運大樓外面的巴士總站 那裡已經成為摺跡親友 聚集等候的地方 它是五點半鐘到六點鐘 所以說…說到了, 等我走過來 不能走出來 靠著手機通訊 遙控親友下機之後來到團聚 羅先生夫婦14歲的女兒 去完菲律賓遊學回來 來到機場 才發現進不了頂港大堂摺跡 我們摺跡最近很多社會活動 我們不知道它可以搭甚麼車回家 還有人家安全問題 老師說是第一層級的 飛機, 假設這樣 好像我們蹲在這裡 我都覺得好像很可憐 而且我們不知道怎樣通知他 我們在哪裡接他 我們在這裡有物業, 也有公司 當然大家都希望香港會繼續高度 自治、自由、民主 這些大家都明白 但又不希望這樣搞法 天天都要去遊行示威才爭取 我們在這裡有公司, 或者什麼 這件事, 很多… 我們這樣的家庭 都會影響我們的決定 應該是政治人物 公官或什麼人會做這些事 我們平民百姓 當然希望他們會搞好這些事 不是我們擔憂這些事 好… 終於找到女兒 原來她下飛機之後 去了馬路另一邊等 不熟悉環境 不知道從哪裡找到對方 等候變得更漫長 不過只要重聚, 就歡喜著羊 凌晨時分, 航班班次開始疏落 二號黑運大樓大堂 仍然有等待辦理登機手續 以及等待夜車的旅客 這座大樓曾經吸引過無家者進駐 不過自從機場實施人流管制 走了不少人, 現在似乎只剩下Rafi 我不能睡在夜裡 但至少是安全, 這裡有鏡頭 這裡有鏡頭, 這裡有鏡頭 所以我對那裡有鏡頭 南亞裔Rafi是香港居民 他說因為個人安全理由 已經住在機場六年 機場有地方疏洗 有櫃圓機, 找東西吃 更加從來不是問題 至於為什麼他還可以留下來 他說辦法很簡單 就是不要踏出機場 滿足真心的風力 但是我沒有重新的太遺憾 是我的心的足道 某個靈性的恤 有空之間 我沒有重新的太遺憾 這個二號黑運大樓 在2007年落成 兴建费用28亿元 除了离境服务之外 这里还加设娱乐消闲设施 8月中机场申请法庭禁制令后 二号客运大楼同样加强进出管制 不过实际只是执行了大约四个月 2019年11月底 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关闭 配合第三跑道的确建工程 关闭前一个月 堵部份人二号客运大楼 笼罩多了一份离仇别墅 我在机场很久 初初T2这边真的很棒 没有人走 后期, 空间多了一点 餐厅就多了 不停一直在这边 那开始, 家庭又好了 那就不同了 二号客运大楼 人楼仍然明显比一号客运大楼少 但餐厅食肆就有不少选择 你留意看看, 所有东西都是员工多 因为这里来说, 为什么会是员工贯堂多呢 这边可能会是中行便宜一点 所以卖的价钱, 还有员工优惠 我方面, 一到一半时间都挺难找位的 因为这个到期要拆 牧部已经搬了 全部都搬了 全部都搬了 我们可能是餐厅最后搬了 最重要是希望2A再拍一两张照片 留念一下 这边我们都会经常来的 如果我们坐飞机, 我们都会升上来这边 吃点东西, 然后才出发 上面都有东西看的 飞机升降的那些 不知道将来到哪里看 以前不开心 我以前送飞机或飞去某个地方 都会来看看 所以对了, 这里最少不舍 经常跟家人回泰国探亲的谢小姐 很多时候都用二号黑运大楼的服务 她感慨拆射重建计划, 太而稀 一时感触起来 很不环保 其实不多人用 经常都要打烂东西 经常都要去再建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钱 其实可以再做好一点 不是说不建东西不进步 而是建完是为了什么呢 有没有办法 我其实就不是要谢谢 不是有没有? 我们是有机会开的 或者是有机会开门 就是现在被骑上 但是去耍池的 我觉得恢够是用梦 有机会用的 謝謝, 那我去針吧 三位老先生 不想成為家人的負擔 上班由三點做到晚上十一點 自己賺, 自己花 你知道, 這麼勤勵 我也是想幫我零用錢的 不然我也不會這麼勤勵 擅長水, 跑到這裡 你住在哪裡? 觀塘, 跑到這裡 過了幾小時車程 來回到三個小時了 不用兄弟們負擔我們 我們自己會心 找到自己怎麼洗都行 要找女兒子一起出來喝茶 方便一點, 鬆動一點 不用… 終於是倒閉, 是嗎? 是嗎? 是這樣 從此以後, 後悔有期 我們有緣再見 還有兩小時就實施這麼蒙面花 當他也有示威活動 道路和交通情況極不明朗 機場氣氛變得異常 旅客急步, 希望趕上最後一班車回家 今晚機場快線 地鐵、機場巴士 可以陸續停泊或改路 請客 外面風風雨雨 只有最好的朋友才會堅持來送機 即將會去英國讀兩年 讀完兩年, 可能回來香港 考大學或改考大學 原本除了他們也有找到幾個 但因為交通可能不太方便 這些是我最好的朋友 差不多了 已經開了學 突然收到英國學校的通知 說可以即時被他插班入讀 讀中午的Anson 覺得機會難逢 其實香港是我的家 不知道之後自己會否回來 所以我會努力回來 真的, 一定會 坦白說, 現在香港人爭取的 就是我們的未來 我們不努力一點 就像呼呼了他們 我覺得… 做到…盡力做 謝謝 我還不給你衝擊 你不記得嗎? 我還不記得 我可能之後不會難看 好, 別哭了, 沒人見到你哭了 再見 Sky… 還是讀中午的James 今晚也是坐夜機去英國升學 他說原本沒計劃去外國讀書 這次的決定非常闖絕 上兩個星期 很突然, 突然就說走了 上兩個星期就走了 對, 因為在香港讀不下去了 每天都睡兩、三、四課 會有一個堂歌 新環境, 自己適應 沒關係 我不入地獄, 少入地獄 我不入地獄, 少入地獄 Sky 其實他這次離開 我覺得是一個解放 1、2、3, 準備 James說也希望換個新環境 希望新的學校不會像現在那麼死板 家人就想他可以重新開始 我家人就這樣說 他寧願給我一點錢 我去讀書比打官司更好 一切都是經濟 一切都是利益 今天就各區示威 As usual 引用我讀歷史中最喜歡的人物 就是我們偉大的毛主席 那裡有壓迫, 那裡有反抗 在這場人民戰爭中 人民將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就是這麼多 我還是要用歷史課教給我們 有讀書… 炮書包 再見… 再見 再見 受到交通影響 不少旅客趕著進機場 行程安排大失如算 人生的旅程何嘗不是一樣無法肯定 今天用盡力去追趕 或者無奈地等候 如果懷著信念, 相信依然可以 持續去到風中, 萬里非 報紙 犯人 按照 佐藍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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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